放弃260万美金,渡边熊泰宣布下赛季回归日本联赛 6年NBA生涯一共赚了多少钱 他的NBA生涯已经结束了 渡边熊泰无疑是不少日本球迷心中现实版的流传疯了 作为洛显球的他,凭借自己的努力 一步步在NBA站门脚跟,成为球队的固定轮换 虽然身体对比其他NBA球员相差甚远 但是凭借稳定的三分投射 当然总会有球队和他签下合同 不过,近日据NBA记者爆料 渡边熊泰向灰熊队表示 自己将放弃三台季260万美金的球员选项离开NBA 这个消息一出,无疑让不少球迷感到十分之惊 毕竟,260万美金换算成日元就是4亿多 可以说是天本数字了 而结合渡边熊泰的生涯总薪资 无疑让球迷更加感到疑惑了 目前渡边熊泰在NBA效力6个赛季 先后效力于灰熊,猛龙,篮网,太阳 而他生涯总薪资只有640万美金 因此,杰克特的生涯总薪资 其实,渡边离开NBA也十分的好理解 毕竟,本赛季渡边熊泰因为伤病 在NBA还有出场机会 即便健康了他,在NBA只是一个决赛球员 而如果回归日本联赛 他绝对会是超级巨星 而且,估计他已经和日本联赛的球队谈好了合同 钱多,事少,离家近 无疑是每个东亚人的愿望 除此之外,在NBA度金多年 渡边还能接到不少大哥代言合同 能够更好的获得商业收入 这些隐形收入加起来 其实并不以NBA的合同收入要少